這次阿遠已經把字放在這個地方 你們可以看得到 阿遠把我們的課本 我們這門課我們是2024年的秋季學期 在美國稱為Four Semester 2024 General Chemistry 我們在這邊 我把這次的課本放在這裡 這個教授他在有另外一本書是化學課本 我們下學期就會用他的有機化學 所以這次用這個 他只有260頁 260頁非常的少 你可以下載PDF 這個是阿遠下載的PDF 或者用翻譯版本也是用沉浸式翻譯 背後是Google Translate 翻譯成什麼呢 翻譯成一頁PDF是英文一頁是中文 但其實我個人不喜歡 我比較喜歡用網頁的方式 比較喜歡用網頁的方式 這本書我們快速來簡介一下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時候 我們回到這裡 我們回到有翻譯的版本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時候 Libertaxis它有化學有生物有數學有物理 很多領域都有 它是美國前三大 全世界前四大的 全世界前四大 誰最大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還有那個 Canada BC 加拿大的BC 那個 British Columbia 他們的一個算是區域 很大的一個區域 他們的開放式課程教課書 在美國的另外一個是 萊斯大學 Rise University 他們有 有一樣會有 圖書館 開放式圖書館的收集資料 那阿元呢 出了兩本翻譯的書 上到的是 明尼蘇達的開放式教科書圖書館 那這個是 Libertaxis 是UC Davis 想我當年 我有申請UC Davis的博士班 只是他後來沒有回應 後來沒有回應 好來 那這邊會有很多的資料 你們可以去看 那像這個呢 就會有很多的化學的書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 那我們要簡介的是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Chemistry Malik 那個Malik博士 他翻譯成馬力克這OK啦 馬力克 穆罕默德阿里夫馬力克 他在這個地方教書 那在這邊呢 剛才有提到一點點 事實上 假設他們沒有事先知識 他可以給各個領域需要的 需要的 然後如果說有需要的話 他還有有基於生物 Introduction to Organic and Biochemistry 抱歉 有時候唸這些簡單 但是唸英文還比較順 這是我們下學級 預計要用到的書 下學級預計要用到的書 所以同一個作者 我會寫信跟他感謝 因為他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邊打了一個C 錯了 這邊打了一個C 代表沒有版權 他把資料沒有版權 就放出去了 所以我會跟他講 感謝那個 I appreciate your contribution Dr. Mannick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也在寫 開放式教科書 我翻譯了兩本 然後自己寫的 正在出來當中 所以需要一點點時間 好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本書 這本書呢 它會有幾個單元 第一個 物質能量及其測量 第二個 元素 第三張呢 Chapter 3 That is Compound 化合物 第四個 化學劑量 化學反應的量化 第五個呢 叫Solutions 不叫解決方案 這叫做水容易 或者有機容易 Solutions 這時候翻譯成容易 容易 我喜歡念容易 好 再來 第六張 Acids and Basics 就是酸與鹼 Gases 就是氣體 第八張 Nuclear Chemistry 核化學 所以這個東西 老實講 真的很不好意思 線上的夥伴們 你們歡迎你們看 沒問題 但小弟 我經常調查 我們大一新生 可能有半數 高中完全沒碰過化學 那我常講一句話 你的過去我不管 你進來這邊就是我的責任 我必須把你們的化學程度 拉到一定的程度去 那是我領薪水 你們交缺費 該做的事情 我該做的事情 但是你要配合我的建議 我們前幾週 學校實體課程 阿遠講解的單字 如果您是線上的夥伴 你可以去看 阿遠的線上的影片 我已經把他講過了 這就是整個課本的東西 課本裡面一樣會有席題 會有一些相關的資料 都蠻適合我們去看的 好OK我們就開始正式進入第一章 好OK我們就開始正式進入第一章 請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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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文章